这次手揉一个非常适合做下午茶的摩卡咖啡面团吧 相比较其他的面包 它更偏松软的蛋糕的感觉 咬开就化开在嘴里了 有浓浓的摩卡香 表皮覆盖着核桃和杏仁脆 那我还挤上了纯可可纸的黑巧克力奶油 是冬天里卖的很好的一款下午茶面包 你可以做一点 带上它和小姐妹吃个下午茶 完美而精致啊 还是带你手揉啊 这次我选了比较窄的一个台面 为了模拟家庭的环境 让你更容易跟着我上手 高筋粉 吸炸糖 咖啡粉 你可以用冻干的咖啡粉 或者研磨的 或者速溶的都可以 再加一点可可粉 先把这些干粉拌匀 例行的来挖个坑 然后倒入牛奶 一颗蛋黄 蛋清流着啊 一会儿正好拿来做杏仁脆皮 然后加进来耐高糖的干酵母 先拌中间的液体 再慢慢地拨进来面粉 你看我给你选了个好好的视角啊 从这里看我揉面 一目了然 而且这一步我几乎没剪切 因为我看评论区有很多人说 玩到这一步就失败了 那你仔细看我的操作吧 其实中间也会遇到不小心流出来 那不要慌张啊 把面粉挪过去堵上就好了 再稳一点 中间的液体流动性慢一些 就完全不怕了 你最开始揉面的时候 手上会沾满黏糊糊的面 你可以稍微沾一点水 把手打湿 然后呢再去揉 手就会越来越干净了 咱们可以先用揉搓的方式去混合 观察着什么时候你的手掌干净了 面板也开始干净了 这个时候啊 你再来给它摔打面团 摔打就是为了给面团上劲 还是五分钟啊 这时候你拉开 磨呀大概它是七分斤吧 接着把面团摊开 咱们开始放黄油和盐 反正手揉啊 因为力道 还是会和机器差很多 盐还是后放的好 这个盐啊 放太早 面团上劲太快了 它一有劲 你揉起来就吃力 所以我一直说 新手啊 手揉就把盐 盐后再放 倒也不是怕你累啊 是怕你太累了 揉不到位 这个面包就不好吃 黄油放进去以后啊 实际是揣 先想办法 让面团赶紧的去吸收 它一会儿呢 开始发黏了 就是差不多要吸收了 这时候你就是借着摩擦力搓吧 你搓着搓着呢 它就不怎么沾面板了 但你看啊 一扯开它还是破 这时候还没有完啊 摔打五分钟 摔完了以后 你别看这表面很光滑了吧 你使劲的掰开看一下 它表面啊 经不住搓磨 一搓就烂 这时候啊 我教你这啊 五分钟就能改善 给它盖上湿布 静置五分钟就行 你再看这时候 扯它就没有裂纹了 所以让你们给面团松弛 作用还是很大的 这时候 你看不就可以拉出手刀膜了 这大概就是九分斤吧 发酵一小时 然后发酵的时候啊 来做一个蛋白杏仁脆皮 你只要把这几个材料 搅拌均匀就行了 刚才剩下的一个蛋清 加细砂糖 先给它拌匀 等糖都搅拌化了 再加入杏仁粉 拌匀就行了 是要那种纯的 八蛋木模的粉啊 然后呢 找个表面袋 把它倒进去 系上口 等一会儿再用 这个液体还是比较稀的 所以你先不要剪口啊 剪口它就流出来了 然后这个摩卡面团 发了60分钟 我们现在戳洞 看一下状态 戳的时候呢 多沾粉 要不然是面沾手上啊 它一把手指就跟着都出来了 也看不清个啥 然后拍扁 切割 均分成六份 接着把面团收圆 一般在手滚圆的时候 底下都会出现一个小漩涡 把它捏紧 然后室温一下 松弛30分钟 必须要松弛到位啊 不松弛 擀不开的 那松弛好的面团呢 就很好擀了 它一点也不会回缩 翻面卷下来 别卷得很紧 正常卷就行 最后我把收口捏紧 用手掌整理一下形状 这时候先不要拿去发酵了啊 表面刷一层蛋液 接口处不刷 然后沾核桃仁 核桃仁呢 稍微掰碎一点就好沾了 沾好了核桃再去发酵 发酵时间大约一小时 到至少的两倍大 挤一层刚才做的蛋白杏仁酱 不要挤得太宽 但是呢 要密一点 它一会儿就会自然的留下来 撒糖粉 哎对了 烤盘里记得放一张油布防粘啊 脆皮留下来 可能会有一点粘烤盘 然后烤好晾一会儿 皮就会变得非常酥脆了 趁热吃一个就特别的香了 当天吃不完呢 你就密封起来把它冷冻 啥时候吃拿出来 再烤箱加热一下 那就会像刚烤出来的一样 皮脆内软 最后呢 来做一个巧克力奶油 把淡奶油 吸砂糖和纯可可纸黑巧克力壁 隔开水给它捂一会儿 然后再用手动蛋抽 慢慢地搅拌匀 让这个非常浓郁的巧克力奶油啊 热的时候可打不起来啊 要放在冷藏给它冷透了 至少四五个小时吧 再用打蛋器打出纹路 打这个奶油啊 太好吃了 相信我啊 可以直接炫嘴里 但是它挤在摩卡面包里 简直是强强联合了 这个香脆啊 再搭配一杯咖啡 就非常适合冬天 听我的 最近心情好喝是第一位 吃了它百毒不侵 坐下来啊 有问题评论去找一下答案 或者 iTV山金座面包 叫作业 下期见 拜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员